Keep power free Keep power free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正在美国纽约举行 当地台湾民间团体守护台湾自由 在大会期间持续宣传推动台湾入联 27号发起游船水上宣传入联活动 游船由纽约东河岸出发 经自由女神像和联合国总部大楼 出行民众手持守护台湾自由标语 沿途向经过船只和岸上民众挥舞旗帜 说明台湾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际参与受阻 民间团体也号召侨胞和留学生参与 连续一星期各项声援入联活动 包括游行和时报广场大型电子看板宣传等 相较于本届联大期间 联合国总部前广场有多起针对俄乌战争 和以哈冲突的集会和示威 宣传台湾入联的游船充满和平气息 纽约市警方与海岸防卫队船上人员 都对挂着宣传标语靠近举行会议中 联大总部的台湾船只挥手致意 中央社记者廖汉源纽约报导 在这里的公司提供 中国人员维和你 您应该接待 您好 您好 我给你 您好 您好 您好